这双铁鞋重达两百多斤 男人穿了八年 从来没有脱下来过 因为师父曾经告诉他 只有穿够十年 才能够练就独家神功108路 但即便穿着两百斤的铁鞋 男人依旧剑步如飞 仅凭双脚就能狂追打奔 原来 男人小时候就是天生的练武器材 心脏长在左侧 父亲听信了算命先生的挂像 坚持认为男人克死了妻子 将来也会克死自己 做大事就要有牺牲 就这样 男人被扔下了万丈悬崖 鞋腿门掌门人救下 从此叫他绝世武功 这天 男人正在大街上练铁鞋弓 正好碰到一群杀手 追杀首富 还采了了男孩的冰淇淋 男人一下就不乐意了 谁 采了我的天筒 有个杀手偷袭 上来撞到奥篮一棒子 男人回首一棒子 把小喀拉干出50多米远 接着胖胖两炮子 小喀拉困了你睡会儿吧 等解决了所有的杀手之后 付好给男人两大人民币 但习武之人 视金钱如粪土 并没有要这笔钱 男人转身要走时 突然几辆A6子 给男人包围了 车上下了一个大佬 他手拿学家 掩戴盲人墨镜 本以为两人又要大战一场 下一秒 原来 这是男人的同门师兄 只因为偷学了铁鞋工 被师父打得遍体鳞伤 逐出师门 而此时的他 已经凭借着师父教的功夫 成为了保镖集团的大老板 师兄表面收留了男人 但你仔细看他的眼神 狠狠地盯着男人 脚上的那双铁鞋 他的心理 对师弟明明还有嫉妒 甚至是恨 而男人凭借一身过瘾的功夫 成为了这里最降手的保镖 下小这次的雇主 是上次他救下的那个富豪 还有他24小时 保护判定的女儿 但是 这个千金小姐 好像不是很友善 经常骂男人浑身绑臭 小小她是浓出来的傻小子 可知道这一次的突然遭遇 让女人改变了对男人的看法 女人准备喝80年的拉费 男人一把按住服务员 说这酒过期了 大小姐一辆看不起 谁知下一秒 来了一辆面包车 把大小姐给抢走了 男人一个箭步冲了出去 踢着200斤的大铁鞋 在后面苦苦追 那小短腿倒着的跟风火轮似的 眼看就要追不上了 男人看准下面 直接从桥上蹦到车上 杀手把车开到桥洞下面 眼看男人就要被刮死 男人一个后仰躲归了致命一击 然后一个鲁鱼大艇 死死抓住面包车 这杀手为了把男人省下车 在大街上一顿左右摆 男人被甩下了后 抄小鹿直接挡在了车的前面 这杀手一看你怎么事 还想跟我这大金杯照亮照亮吗 然后司机一脚右门 干到邮箱里 男人丝毫不慌一个住跑 只要近身 没人是男人的对手 男人抱起美女就跑 现在女人再没有了之前的傲娇 穿着80厘米长的恨天高 苦苦跑 终于让人逃回了小别墅 然后俩人就 嘿嘿 师兄知道这事一下就急了 不是你怎么事 我还没动呢 就让你给敲了 然后师兄就以这个为借口 找师弟麻烦 师弟还没反应过来 师兄一个零薄一步 打得师弟是毫无还手之力 砂锅大的拳头碰哪哪 就是一个大坑 要我说你这拳头 可比当初在包足盆那 学的十八楼盘腿厉多了 师弟见招拆招 一个飞山上墙 旋转接跳跃 其实师兄心里是想杀死师弟的 他被一个黑社会大佬给收买了 而男人就成了大佬杀死富豪 父女的半角石 师兄在做了许久的斗争之后 终于还是决定给师弟下个摊 他知道 明打未必是师弟的对手 所以他联合大佬 再把师弟引到一个仓库 用陷阱把二十斤的大铁链 绑在男人的脚上 随后 一个杀手手持双剑 从天而降 男人两个回合 把杀手摔飞 然后又一个杀手 提着把大刀杀过来 男人胖胖又是几拳 把杀手撂倒 就在男人站进上风时 一个巨人单手把男人举了起来 比连那狗崽子还轻松 然后直冲冲的摔在地上 这下男人直接摔蒙了 还没等男人起身 又胖畅一脚 踩男人肚子上了 男人直接就招架不住了 然后巨人把男人丢上小轿车 那小轿车直接带着男人 从墙上托了过去 男人这回只剩下半条命了 他们把男人绑到一个 早就挖好的小坑前 然后他的师兄终于露面了 原本以为师兄会顾及着 师兄弟情面 万万没想到 师兄碰唱一炮子 把师弟直接对坑里埋了 换正常人 这肯定是没有活的招了 但他是男主 有主角光环 一场大雨过后 男人从坑里爬了出来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复仇时间 这部电影是新人动作片导演 月松的妇女作 男主的武打功底 不用多说了 那是嘎嘎猛 据说以前开始打黑拳出身的 解说永远替代不了原片 后面复仇的场面 更是嘎嘎精彩 我光靠嘴皮子 肯定是讲不过瘾 来兴趣的同学 左下角看一下原片